修学正念去感受当下的每一个想法 就能够帮助我们快乐的生活 转化痛苦与烦恼 带给我们宁静还有喜悦 佛陀讲道 戒定会三学 修习戒就是修习正念 当我们修习正念的时候 就是在掌养我们心中的佛 和我们周围人心中佛的力量 这种力量就可以改变自己跟他人 对我有好处有利益 对白人也要有好处有利益 但是这种念就是正念 我现在说那个念头 随时我们就减减到了 一时风一时准 有时候说对 我不要去做派就好了 我不要去海人就好了 那就是这样不够了 在那里正念以外 我们说这是修习 修习也很重要 正念我平常就是 一个原先一个处地 一个处地原先去念头 叫做正念 正念我们再沉浸一时了 就要去修习了 佛是充满真念的人 借助于正念的练习 我们再用佛眼观察事物 当我们掌握了正念的力量的时候 手就代表行动 而眼睛代表智慧 就能够利益众生 也带给很多人快乐 十方新闻贵文许建议 台东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